中国唯一的现役职业拳王徐灿日前结束了为期14天的隔离期,和自己的队友们一起在昆明进行集训。 4月13日,徐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给比赛和训练带来了诸多不便,但是大家依然努力训练,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。 按照计划,徐灿即将进行与量级统一战,如获胜,他不仅将成为中国首位双冠王,在世界与量级历史上也将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。 然而受到疫情影响,目前这场比赛的具体时间还未确定。 第一是就是,他是世界第一,而且风格我们俩很相近,所以说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是非常高的。 第二就是我在想完成自己梦想的同时,再去寻找更大的一个挑战,想在自己职业生涯再跨越一大步,想为国家争取更多的荣誉,然后把更多的金腰带带回家乡。 此前,徐灿曾击败对手,获得WBA雨量级世界拳王金腰带,并多次成功未免,将该金腰带留在了中国。 当时太激动了,从来说实话没有那么激动过,包括最后的两生未免。 我们当第一次拿到金腰带想哭,但哭不出来,所以说最主要是完成自己的梦想,也是完成我爸爸的梦想。 也是我们一家,那一年是第九年嘛,九年来的一个坚持的一个喜悦的成果。 一路走来,徐灿表示自己在比赛中时常是不被看好的那一方,但是每次都会努力备战,自信迎接挑战。 拳击不但能让你强身见底,还能修饰你的内心,让我保持谦逊,让我保持一个谦逊的态度,让我变得更勇敢。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应退这一路走来困难的一个很大的主要的原因吧。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,徐灿向武汉市慈善总会捐出了20万元人民币,为抗击疫情处理。 团结就是力量嘛,这是疫情很好展现我们国人的团结的力量,所以说我没办法到,我也没办法做其他事情,我也不肯定像那些白衣天使用工作到一线去做那些事情,所以说我觉得通过只能做,只能做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吧。 此外,疫情期间,徐灿还录制了一系列居家健身的视频与公众分享,帮助大家居家运动起来,一起增强抵抗力。